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防线 球进 再来看一下这个球 这个球按理说深圳队的防守人数是足够的 但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实在是太容易就被海港队打穿了 而且这个传球的其实边路传中的这种质量也不是特别高 对吧 金特罗 这球往边路转 这样是彭这边上来了 还是传中球往中路掉 这球要看住卡尔德克呀 不能让卡尔德克这么顶 在边路啊或者是45度的时候 他可以有意识的打到中路 利用卡尔德克他的投球 奥斯卡 柳主任再给到进区虎点 奥斯卡可以打了 感觉海港队三名球员 就很轻松的通过这种连续的传递 就能够获得射门的机会 我看这球 这球已经是到了进区里 直接洗脚打门 张璐 海港队在中场向前场推进这个速度非常快 所以我们看在这个画面当中只有三个中位 两个边一位这个时候都在中前场 根本回不来位置 这个赛季的中超啊 确实少有球队 说把三万元的配置全部用在中场 好球看看 阿齐姆彭已经是到了进区里 这个角度打进了 比赛进行到17分钟 阿齐姆彭将场上的比分搬成了1比1平 对为大家开启了上半场比赛的第二场红包鱼 大家呢现在可以是打开腾讯体育的APP来抢红包 在大家抢红包的过程当中呢 咱们通过半井头再来回顾一下这个球 哎呦这个球 这个球其实阿齐姆彭这个 躺着第二下 这个角度躺着有点小了 外围这是金特罗 出脚的速度非常快 直接再转移回到了左边 阿齐姆彭 转中球再送 卡尔德克这球有机会 打猫 的机会 而且这种球 阿齐姆彭主 很明显就是找这卡尔德克 而且这个球没打高球 像点球附近的一个横传 今天也可能确实忌惮于海港队两边路此前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统治性的进攻 哦 这个球错进错出 再来看一下奥斯卡这一对三 但抢的就是阿齐姆彭 在交给身后的金特罗 这球可以了 打猫 提交打门的机会 海港队的这个防守啊 收的有点太靠后了 面对后插上的张元 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在正面的盯防 别说张元顺势打的 感觉下半场 这十分钟的比赛 身体打得要更出色一些 看看金特罗 个人一对一 这个强行射门 反弹之后打在了卡尔德克的身上 这进攻三个外籍球员 打得倒是 围攻之后 第一波进攻不能成功的话 就是随后的好球啊 这球有机会 门前的一条弹射 把球给送到了球门 这个球还真没有越位 好球 我们再看奥斯卡 注意 这个就奥斯卡传球的同时 检查的位置并无越位 这个球真是 传的也好 跑的也妙 这个传跑时间真是恰到好处 这种全球的话 也基本都出自奥斯卡 或者金特罗 这种系上的类型球员的脚下 李深远 这个赛季第二次攻破了深圳队的球 侧向的转移 奥斯卡向前的直传球 深圳队的内部防守又出现了空档 刘朱润倒三角的传球 保林妞 穆依在打这个球被防守球员封堵 现在呢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 应该是确认刚才张元收回来防守的这一下 而这个对保利尼奥有没有犯规 没有碰到球啊 对吧 直接是绊倒了这个保利尼奥 保利尼奥在正面过掉对方第一个上抢的防守球员的那一下 确实潇洒漂亮 然后呢接下来张元收到中间来防守 等他到的时候 这完全没碰到球 如果确定不约位的话 那就应该是个点球 然后裁判哨声响了 希望就寄托在张璐的身上了 奥斯卡 打门 这球直接骗过了张璐 把球稳稳地打进了球 守门员扑出方向的反向 参与员以及保利尼奥这些球员就是怎么样利用好 奥斯卡他传球的这种能力 好球 投球攻门 向前的直传 五一过渡一下奥斯卡 奥斯卡现在是顶在了封键的最前面啊 奥斯卡自己带球向前推进一对三 这球迫使深圳队的防守球员只能是倒地放产犯规 先看一下这个任一球 奥斯卡任一球直接打门 再看一下这个球 这球和首回合那个球不太一样 大家觉得那么强的这个怪兽级的 哦呦呦呦呦直接的一脚打门 这球打偏了 会被打乱 虞海这球向别罗芬去找李文君 吴静航好球 奥斯卡这球还是打在了高林的腿上有一个反弹 哦阿波拉罕这个球部位啊没有吃水 吴静航在球马上就要出底线的时候呢 把这个球 来看一下这个球戴伟军给前点 深圳队外围打一脚 这球直接走地面 然后偏离的目标 主裁判张磊与此同时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这样的话呢 在中超联赛第19轮的这场比赛当中 上海海港最终还是三比一的比分击败了深圳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